上海市敏航区华曹镇赵家村2023严家湾春晚和村民再次赴约 这场融民俗展示、飞翼体验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迎新活动 已成为赵家村对外的文化名片 据乡村春晚开演还有两个多小时 71岁的赵家村村民赵又青就邀上老伙伴赶来站坐 热闹的气氛吸引周边华曹国际社区的杨居民也前来跟老门 写春联展台前来自德国的塞斯吉亚 手拿吉祥如意韩连正和朋友们拍照 白雪红莓辞旧岁 五湖四海皆春色 不大会中文的他们也尝试读了一遍春联 我非常喜欢这里 我认为为国际人在上海 是很难看到的东西的东西 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城市 人们不是不祝福的样子 像他们在小城市 所以我们是很高兴来看到一些传统的传统 我们不能看到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能看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要明白什么人们在中国的新年代 或其他计划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 今天来自澳大利亚的TSC Tempest 一边逛特色飞移民俗市集 一边拿起相机记录 第二次参加乡村春晚的他 以假清就熟 成为洋居民的领队 来自闽杭区群众艺术馆的文艺青奇兵 与华曹镇的明星们 又为观众带来了一台极歌舞 快版戏曲魔术杂技 与一体的演出 村民们则用振振掌声回应 华曹镇赵家村党总支部副书记张晴告诉记者 乡村春晚最初是过年的传统项目 大家一起热闹一下 共享美丽乡村的成果 共同庆祝春节 今年的话呢 也是确实意义非常重大 人们的生产生活啊 都是更加的美好 也是全面有的向好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时节 共同来庆祝我们这个春节 展现我们敏航 展现我们华曹 国际化社区 都市化田园的一个舞台 也是我们就是满怀信心 再触发的一个起点